你好,我是方建勋,欢迎跟我一起学习中国书法通识 上一讲,我们学习了书法语言的四要素,点画,结构,章法和默色 有了这套独特的视觉语言,书法就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 它们是理解和欣赏书法最重要的元素 接下来,我会通过书法史上的名家名作,带你加深对这四要素的理解 这一讲,我们先说说朱之山的点画 有人用现代的视觉艺术视角看书法,说书法是线条的艺术 乍一听,好像也对,论色彩,书法只有墨色,没那么丰富 最突出的可不就是线条的千变万化吗? 不过,在我看来,欣赏书法,既要读懂线,也要看得点,更要看到面 书法里,有一些作品确实体现了线条的美感 例如,清代的大书法家邓世如写的《传书千挂碑》 这个邓世如可不简单,他出身低威,砍过财,卖过饼 后来靠写字刻印谋生,书法却被占预为清代第一 这在文人主导的中国书法史上,是很罕见的存在 邓世如的这一幅传书千挂碑,图片我已经放在文稿区了 就是纯粹的线条,很瘦细,但是很有力度 这样的传书线条,古人叫做铁线传 你可能听说过宋徽宗造极的寿经书 铁线跟寿经是类似的意思 咱们前面讲过书法的五体 你会发现,传书可以说是线条的艺术 主要是由直线和弧线组构的形体结构 除了传书,还有一类书法作品 也是以线条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的 那就是草书里的连绵草 明末清初的王夺就很有代表性 我在文稿里放了一张他的草书 林,王羲之,暴奴帖,王羡之,吴维帖,岳墨帖 王夺这幅作品的名字很长 又有王羲之,又有王羡之 林帖的时候,把不同书法家的不同作品集合起来 临成一幅,并且浑然天成 好像是自己的原创一样 这也是王夺的首创 这是一幅寿长的作品 正文内容一共三行 从上到下,几乎字字连接 可以说是历代书法里最长的一根线条 这样的草书,线条连绵不断 所以叫连绵草 传书的线条是以单字为单位的短线 连绵草的线条则脱破了单字 是很多字组合的长线 看传书,你要去体会它的安静之美 看草书,就要抓住它的动荡之美 感受强烈而丰富的节奏 说完了线 我们再来说点 讲凯提的时候 我们说过永字八法 永字的第一笔就是点 点通常在书法里是一类常用的笔画形式 但明代的大书法家朱语明 在写草书的时候 把点的使用推到了一个极致 书法圈 说起草书 常有人提到朱语明 朱语明这个名字你或许有点陌生 但我要说朱之山 你肯定就知道了 周星驰拍过一部电影 唐博虎点秋香 江南四大才子同时出场 其中就有朱之山 之山是号 允明才是他正式的名字 为什么叫之山呢 因为朱语明生下来的时候 左手有六个手指 他长大以后就给自己取号 之山了 古代对文人称号是一种尊重 所以你更熟悉的是朱之山 就书法成就来说 朱语明要远高于唐博虎 他可是书法史上 屈指可数的几个草书巨匠之一 如果我们把王羲之的草书 当成一个标准 那么王夺那样的连缅草书 相当于是做加法 而朱语明则是做减法 他是在常见的草书字形结构上 进一步做了减审 他的字几乎是所有草书中 字形最减审的了 减审到什么程度呢 我在文稿区放了两组图片 两个字 一个是茫然的茫 一个是所以的锁 我们对比朱语明和其他的书法家 你就能看到 别人笔下的横竖撇纳 在朱语明那里大都换成了点 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朱语明的草书 绝就绝在点上 他把书法中点的使用 演绎到了极致 几乎是蛮子的点 以至于他的草书 看起来很不像别人连笔而成的草书 但我仔细研究过他每个字的写法 却又都符合草书的规范 并不是胡乱写的 可见他对草书的草法是非常熟悉的 在书法史上 还找不到第二位 像他这样大量使用点来写字的书法家 我在文稿区放了 朱语明草书吃壁腹的局部 你可以看一看 是不是一种非常陌生而独特的草书 别看都是点 朱语明的点可不好写 它们不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形态相当丰富 之所以能有这么多变化 是因为他写一个点的笔法动作 并不是直上直下点一下那么简单 语明 起笔 行笔 收笔的过程 带出来的细微动作可不少了 既有轻重体验的变化 也有笔和纸之间倾斜角度的变化 另外 这些点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会和其他的笔画呼应 也就是说 有一种笔式上的连贯 从我个人写书法的经验来看 这种连贯是在空中完成的 落到纸上 就形成了有态势的点 我裁剪了朱语明草书赤壁腹的一个局部 写的是那句 苟非无知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 为江上之清风 于山间之明月 也请你方便的时候打开文稿 观察不同字里的那些点 它们的形态其实很多样 以前 我自己对点的感觉 并不觉得跟其他的笔画有什么差别 只是有一段时间 我对朱语明的草书 兴趣变得突然的浓厚了 于是就零了一段 终于对点有了全新的感受和理解 点在视觉审美上 确实能带给人完全不同于线条的感觉 从书写的笔法动作看 写点就像击鼓的动作 一般来说 书法的书写 都是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配合的运动 线条的书写 主要是前后左右的水平方向为主 所以我们经常说拉线条 而点 这是以上下方向的纵向动作为主 所以古人说 写点的动作要有高峰坠实的感觉 这种不同于水平方向的运动 给点带来了轻松感和趣味性 我在文稿里放了 颜真卿的字书告声贴的两组字 可以做一个对比 拿笔画里有点的字和没有点的字对比 故 由 王 这三个字是没有点的 臂 耳 尖 这三个字都是有点的 那么哪一组动感更强烈呢 显然是有点的字 书法里的点可以带来灵动活泼的趣味 清代擅长隶书的书法名家 伊炳寿深暗此道 特别夸张了点在隶书的作用 以至于还产生了挥谐幽默感了 例如 他写的一幅 月华蓝气之灾 大点小点穿插在一起 特别有意思 欣赏书法的点画 不光要看线和点 如果能关注到面 那你的欣赏水平又进阶了 怎么理解面呢 我先带你看一个例子 打开文稿 你可以看到一张图 乍一看 像两座连绵的山峰 其实 它是写在汉代简读上的隶数 是可以的以字 不瞒你说 这是我一个学生 单独拿出来叫我看的 我当时乍一看 跟你一样 根本没想到它是个字 以为是一幅山水画的一个局部呢 画面感实在是太强了 后来才知道 这不是画 是字 像这样的乙 在视觉上 第一眼看到的就不是线条了 而是块面 最后一笔 仿佛就是山坡的一个斜面 剩下的 称之为线条倒也无妨 这个字中 其实是线和面的组合 在汉简的历书简读里 我还能找到类似的块面感 一千多年后 清代的书法家 金龙写的历书 以也是以这样的块面感出现的 金龙是个独皮细径 很有创造力的书法家 他的书法 给人第一印象 就是这种块面的美感 他的块面 有一种厚重敦实的美感 我在文稿区给你放了他的作品 你一定要去欣赏体会一下 非常特别 讲到这里 你就会发现 书法可不单单是线条的艺术 它还有点和面呢 正是因为有点和面的存在 它的艺术表现力才大大增强了 如果用乐器做类比 书法里 线条的美感 相当于小提琴之类的弦乐 点的美感 相当于锣鼓之类的打击乐 而块面就像是低音提琴 块面平铺在纸上 就像低音提琴的声音 弥漫在空间里 如果认定书法只是线条的艺术 那么就相当于只是弦乐独咒了 事实上 书法应该是一个乐队的合奏 小结一下 古人把组成一个字的基本单位 叫做点画 只把它理解成线条的艺术 是远远不够的 能够欣赏点的灵动 面的沉稳 才真正理解了点画 到底美在哪里 历代的书法家 也是在点 线 面 不同方向的变化中 成就了自己的风格